那王浩大哥我请教你 这个你过去就讲 习近平2012年这个当家之后呢 12年还不明显 修宪之后呢 他非常鲜明的走到一个毛泽东的左倾路线 那毛泽东的左倾路线跟习近平今天的路线 你的观察有什么相同跟差异 这个最本质的差异啊 就是毛泽东他是一个所谓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路线 他是从一个他认为的弱势要推广到全世界 向全世界推广毛泽东思想 然后在全世界发动世界革命 而习近平认为他是叫做中国的制度自信 就是他认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对而且是制度自信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的胜利 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这种独裁统治的发展模式 是全世界最优秀的 因此他要向全世界推广他的中国的发展模式 这个叫做他的制度自信 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是最好的 所以他要向全世界推广 大家都要像他一样的去做 那当然本质上毛泽东也是要向全世界像他一样做 毛泽东是要全世界发动无产阶级革命 推翻这些产阶级统治 那习近平是说 我的中国的国家治理的模式是全世界最好的 大家都要像我这样做 那么问题比较关键的这个问题 我刚接着黄奔孝大哥说的这个 他上台虽然是一个国党内斗争的一个结果 他是一个比较弱势的领导人 因为他没有很强的个人的资历 但是他上台以后他做对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他通过拉拢王岐山反腐反摊 作为一个清除党内的反对派的一种手法 那么这个过程他一方面打倒了党内的反对派 另一方面也赢得了中国一般老百姓的支持 因为中国老百姓也都认为在江的和湖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高层的贪污腐败非常严重 所以大家也要反腐反贪 那么这个是对于习近平定于一尊 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事情 那中国历史上皇帝做这个事情的 类似的这样的皇帝的例子很多 那当然这个中国国内最明显的就是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上台的时候 就把他爸爸康熙皇帝的手下的臣子 反贪官污吏杀了一大堆 所以反贪很容易夺权跟极权 因为一方面反贪又是一个 因为中国共产党每个人都是贪的 所以每个人都有小辫子可以被抓 所以他想要整谁 他就说你是贪的 所以每个人都可能是被整的对象 所以他就定于一尊了嘛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从更深的层面你来理解 这个习近平统治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那习近平统治的社会基础 当然第一个就是太子党和太子党 外围的权贵资本主义 这是他的统治最重要的基础 那第二层就是一般共产党员的特权阶层 中国有九千万多万的共产党员 他们在中国14亿人口中是有特权的 那么这是特权阶层 然后第三个层面才是一般中产阶级 那为什么中国中产阶级到目前为止 还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他们是怕乱 怕中国分裂 因为他们有对于这个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 所谓内战也好 分裂也好 这种很强的从小的意识形态的教育的结果 而且有那种国仇家恨 他的爸爸妈妈大灌输他 或者他的爷爷奶奶灌输他这种分裂 这种混乱带来国仇家恨 某种意义上 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记忆 因为共产党的教育 他们不把它看作 这个是毛泽东共产党投资 发动的一场政治斗争 而他们把它看作是 中国也是内乱 红卫兵街上打砸抢 造成了这样的一种 这个社会不稳定 所以中国不能不稳 所以大家都要听党的领导 服从指挥 统一行动 那这个中产阶级的整个社会心态 我觉得这个也是习近平和共产党 维持统治的一个关键的原因 那么这三个部分的力量结合起来 那么所谓的社会下沉 一般的工人农民或者社会边缘人士 或者是这个被蔡奇清除出去的低端人口也好 他们只是一种基本的讨生活 讨生活 但是呢 他们认为这个统治力量太强大 也没有办法反抗 所以整个中国共产党现在习近平 之所以能够定于一尊 在一种金字塔形的状况底下 能够维持这么久的统治 但是还没有很明显的一种裂痕 一种反抗的出现 跟他的整个社会的基础结构 是有很大关系的 王豪大哥 刚刚讲到 这个毛泽东跟习近平 对内部的斗争路线非常类似 那另外一个是处理对外关系上 特别是当内部有杂音 有反对派的时候 对外的强硬 往往是中国领导人 这个保卫自己政权的 其中一个战略跟手段 可是这一次的中国对外关系 跟毛泽东的对外关系也不大一样 这一次是跟美国的关系相当的恶劣 而且还在恶化当中 那紧接着从边境 包含了东海跟日本的关系 包含了台海之间非常的挑衅 包含了南海的冲突 跟周边的国家冲突也是越来越大 然后中印之间的冲突 也已经造成死伤 所以中国的战狼外交 跟所有对外军事的扩充 引来的是全世界越来越大的反弹 对中国战狼外交 当然是全面出击 引来全世界很大的反弹 不过跟毛泽东时期 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战狼外交来比 实际上是很小儿科的 毛泽东时期 他的战狼外交 要到全世界输出革命 是猛烈的多 他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 有唱的一个歌叫 东风吹战鼓垒 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所以他这个 毛泽东是到处 这个在全世界各地 这个直接的支持当地的 共产党高武装暴动 在文革的时候 毛泽东曾经这个 向红卫兵也说过话 他就是要求这个红卫兵 也不要怕这个 跟别人断交就断交 没什么好怕的 我们就是要支持共产党 在全世界各地来发动革命 那么在曾经有过 好几个很严重的外交事件 在文革的时候 最有名的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 那这个因为香港的斗争 这个当时这个中共就在北京 制造了很大的一个红卫兵 去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 那真的就是把英国代办处放火烧了 而且把里面的外交官抓出来 暴打一顿 那这个当然了 事后周恩来有道歉 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是在这个 所谓中央文革的指导下 发生的事情 那类似的事情 在文革时间还发生了好几个 那一个很有名的是 在莫斯科的红场上 这个那个时候的中国的小粉红五毛 这个也就是中国派到外国的留学生 在莫斯科红场 说是要去列宁墓 列宁的水晶棺材去献花 然后当时苏联共产党是同意他们去献花的 可是他们献了给列宁献了花圈 还不够 他们非要给斯大林献花圈 可是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内部已经被打倒了 已经是这个 这个经过赫鲁晓夫和伯雷日涅夫 斯大林已经 已经是 已经是 被下台了 被打倒了 那所以苏联警察就不同意 但是这些小粉红们 这个五毛们 就非要去 这个给斯大林献花 而且当场就 念毛泽东语录 这个打倒苏联修正主义 所以就 苏联的警察就不高兴了 就爆打这些 这个中国留学生 所以就发生了两国严重的外交危机 那就类似这样的案件 整个在毛泽东时期非常之多 那类似这个年代 那个时候 你是小学生吧 我还没到小学生了 你怎么没有变成小红卫兵呢 我那个时候连红小兵年龄还没到了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 当时整个中国的 这个外交路线是非常激进的 那不光他是这个激进的外交路线 他而且是内部 斗到了外交部长 外交部副部长 全部被拉上台去斗 当时的外交部长 陈毅嘛 当时的红卫兵是这么汉的 红卫兵就是外交部内部的红卫兵 和这个外交学院的这个学生 这个也是这个外交部体系的嘛 他们组织的红卫兵 在外交部内部搞革命 斗倒这个原来的外交部部长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也是他们革命的一部分 那现在的话 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对外关系 整个这个外交部的战狼外交 是一种这个小儿科式的毛泽东外交 他们也是一种全面的向世界 到处各国去挑战 不光是挑战 而且是要推销所谓中国的发展模式 所谓这个亚洲人的事情 由亚洲人自己来管理 就是实行亚洲的门罗主义 然后要所谓制度自信 然后要这个把中国的意识形态 这个推销到全世界 然后在全世界各地实行统战 然后这个统战也通过这些五毛 通过这些小红粉小粉红 去全世界各地去闹市 那比较最有名的 我们看到的这个前一段时间 在加拿大曾经有很多小粉红 开法拉利去游行 这个支持这个中国共产党 对香港镇压 那这就是一种明显的 这个跟毛泽东时期的红卫兵 到全世界各地去闹市 是一样的道理 他们在做的都是一样的事情 只不过就是 现在是开法拉利去的 那个时候是 会议毛主席的小红书去的 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 本质上当然了 这个习近平现在所谓中国梦 对内教中国梦 在外面的人看来 就是推行一个中华帝国主义 他就是对于周边的社国 周边的民族 周边的这个全世界 要推行他的中华帝国主义 做一种一个不理 就是这个霸凌别人 那这个当然造成了 一个全世界的反弹 那王浩达哥刚刚讲到 这个在中国内部 夺下军权的才能稳住政权 那习近平出身红二代 所以最终借由反贪腐的夺权 他定于一尊了 但是呢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 改革红利也告一段落了 所以呢习近平在内部 面对的核心的挑战是维稳 包含了反对派的这一个反弹 也包含了内部今年可能民生 经济民怨失业 那这一个本来要六稳的 恐怕更不容易稳 所以呢习近平本能面对的是 内部的内政的挑战 也是庞大的 那今年中国的经济处境 还在恶化当中 那这样的经济跟民生的处境 会不会影响到权力的结构 当然了这个 我们有刚才前面有讲到 这个中共的统治结构 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血统论为基础的 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有一句名言叫 老子革命而好汉 老子反动而混蛋 就是整个血统论的基础 那所以呢习近平因为他的老子 是革命领导人之一 老一辈物产阶级革命家 所以习近平就认为 他就是一个当然领袖 这样一种强调的血统论 那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讲 中共的组织结构 几十年来 一直是列宁主义的组织结构 也就是说 他不光是对整个国家的治理 是一种独裁的结构 他的内部管理 党内的机制 也是一种独裁性的结构 一种列宁主义的政党 那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过去七十年也好 过去四十年也好 有一个最大的认知的错误 就是美国一直认为 中国共产党是跟苏联共产党 不同的一种共产党 它不是一种列宁主义的政党 而是一种农民革命 那么到了 这是1950年代 60年代 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到了过去四十年 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一直是认为 中国共产党有可能通过改革开放 而建立一个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 一个政权机构 然后美国可能通过改革开放 来对它实行和平演变 所以美国要对中国加强投资 要加强交往 要加强扶植中国内部的改革派 要跟中国友好 所以它的整个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是建立在这样一个 想当然的出发点 而不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本质上 跟北韩的金正权是一样的 血统论的为基础的一个政党 也不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本质 跟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政党是一样的 这样一个政党 这一点实际上共产党的一百年来 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 实际上没有本质的变化 问题都是西方国家 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的错误 造成了美国对中国政策的 不断的犯错 不断的纠错 所以当年美国认为这样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和平演变 有可能改革 有可能做政治上的妥协或者改革 可是后来的发展 那美国内部也回应 也去思考跟检讨 他们认为他们判断错误 可是当年雷根的年代 那美苏的冷战造成了美苏的军备竞赛 最后苏联走向解体的命运 你的观察 那中国也有可能面对 类似的状态跟处境吗 本质上 即使是在雷根时期的美苏冷战 苏联最后解体 是苏联内部政策错误造成的 一个最本质的问题是 苏联当时实行高度的计划 它这个计划经济使得它的整个经济管理 没有内部在的动能 而且没有科技创新 这样的一种经济体制 所以它竞争不过美国的高科技的发展 那中国将来共产党要倒台也好 本质上是要在中国内部出现问题 而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即使今天川普非常公开的政策 是遏制中国向全世界扩张影响力 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一个政策说要推动在内部 推倒中国共产党 对 它美国没有这样的政策 美国真正的核心是他要美国利益优先 他要美国霸权优先 然后他要遏制中国的崛起或者遏制中国的扩张跟霸权 对他遏制中国的扩张 可是他没有要击溃习近平李克强或者是某某某 这是两件事 这是两个不同的情况 他要遏制中国的影响力 遏制中国对美国的渗透 但是他没有要 他没有要击溃习近平或李克强 那这个是有不同的 不同的差异 这战略是不同的 那这个 但是这个共产党要倒台的 最后还是要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 中国人民自己说 一天说不能够忍受继续他的这种独裁统治了 中国没办法继续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了 要分裂了 变成这个好几个部分要各自独立了 这些问题都是要中国内部的 中国老百姓来决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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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